Hallelujah!感谢神 每次我们都能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祂的面前 能自由地喜乐地来敬拜祂 今天早上我们又能在天父满满的爱和基督的恩典中 能尽情地来敬拜祂 真是太美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或是打击 记得来到主的面前 祂必以祂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扶持我们 圣灵必是给我们力量能战胜任何的困境 今天我们来到腓立比书 这是一封情深绵绵爱的书信 因为写信给写信的可收书的人 有着深厚的交情 当我每一次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刻 我都感受到保罗 他非常爱腓立比教会 而教会也是非常爱抚他们的牧者保罗 他们不但听从保罗的教导 他们信服福音 同时他们也活在基督的爱里 常常有慷慨奉献实际的援助 他们长进了心智和皮子相爱 皮子顺服 热心传福音 深深地得到保罗的欢心 这也是保罗的喜乐 虽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是在监禁被软禁中 他的生命可能有危险 但是保罗的心境却是充满着喜乐 但愿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刻 我们也一样会效法保罗 在基督里有满足的喜乐 我们立志以基督的心为心 靠主的喜乐 向着标杆直跑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背景 菲利比城 他位于马其顿的东部 距离爱琴海 大概有16公里 而这个城市 原为纪念 亚历山大大敌的父亲 马其顿王 菲利比二世 而得名的 在保罗时代 菲利比是 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的城市 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宣教时 他曾在特罗亚 看见异象 然后呢 就前往马其顿去 他和他的同工 希拉提摩戴基路家 建立了菲利比教会 这是当时在欧洲大陆 建立的第一间教会 虽然保罗与菲利比教会 相处的日子不多 但是菲利比教会呢 他们就很多次 派人供给保罗 在事工上的需要 即使教会在受苦 他们遭遇到逼迫的时刻 仍然能继续不断的 慷慨的建筑 当保罗被软禁的时刻 教会呢 更拆派了一位 极亲爱的圣徒 以巴不提提供丰富的建筑 照顾他一切的需要 菲利比书是保罗在罗马的 著述被软禁时所写的 那时他正在等候 受凯撒的审判 从建立教会 至此相聚大概有11年左右 保罗特别写了这封信 是要向教会致谢 同时呢 也告诉他们一些 关于他个人的境况 也借此鼓励教会 要接力的追求认识基督 以合一谦让的心 彼此服侍 在基督里兼顾信心 菲利比书的特色 是保罗最亲切温馨 而富有个人感情的书信 我们可以看见里面 他表达了很多 他个人的感受 是他写给他自己教会 最所很爱的一间教会 这也是一封喜乐的书信 在短短的四章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喜乐一词 总共出现了16词 同时呢 他也是一封诈重于 在基督里和在主里的书信 他表明了 作者跟基督之间的关系 也非常的亲密 在这本书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大约有超过80次 保罗说 我在基督约书里 或者是我在基督里 同时这本书 也是为教会提供了 充满活力的生活原则 活在基督里第一章二十节 谦卑素腰 皮子服侍在第二章 借力追求目标 向着标杆跑第三章 而在第四章里告诉我们 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们要凡事 知足 靠着主的恩典而行 我们来看 第一章 第一到第二节 关于问安 让基督约书的仆人 保罗和提摩太 写信给凡 住在 腓立比 在基督约书里的众圣徒 和作为监督 作为指示 愿恩会平安 从我们的父神 并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保罗的问安中 并没有提到 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这是因为保罗 他没有必要 为自己的身份来辨认 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 由此可见是非常的密切 他们互相敬爱 互相尊重 同时腓立比教会 也是了保罗的同工 在福音上 以他成为了他的同工 他们彼此的关系 根治在 耶稣基督里面 腓立比教会 对待保罗 这位牧者的爱心和关怀 不是一般教会 能做到的 难怪保罗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 他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为我所亲爱 所想念的弟兄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光明 弟兄姐妹 我们在基督里 有真实深厚的关系 就是一种喜乐 Amen 我们也看见 教会美好的见证 也是保罗的喜乐 第三节说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 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 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和意 兴旺福音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三公的 必成全这公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当保罗想起 腓立比教会为信徒 为他所做的时刻 他就非常的感恩 我每逢想起你们 就感谢神 为你们祷告 就是欢欢喜喜的 腓立比信徒 他们对保罗 十分的慷慨 无论是保罗 与腓立比信徒 同在的时刻 还是与他们分开的时刻 他们都 如此的深爱着保罗 帮助保罗 我们看见 保罗 为腓立比信徒 祷告的时刻 他就很欢喜 在这边 我们自得足以的是 保罗在这封信中 第一次提到 自己的感受和心情 那就是喜乐 虽然他是在 牢房中 在地中写 在被监禁中 写这封信 甚至可能呢 他会面对被处死 但是呢 保罗就不围着他的处境 他的环境 他的心境 而是他想到信徒 他就欢喜 他围他们祷告的时刻 也是欢欢喜喜的 这就是在基督里 生命的特质 这个就是当我们的生命 与基督相交的时刻 我们就能胜过任何一个逆境 我们就能得胜 而这个得胜呢 并不是因为 我们对这个逆境 盲目的忍受 而是我们知道 说在神的权柄之下 所有表面上 看起来好像是逆境的 其实 唯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 与神 有更深的相交 使我们能靠神 得胜 菲利比信徒 从得救那天 就同心合意 他们活出了 美好的见证 他们持守信心 并且同心合意 传福音服侍主 当中呢 有一些信徒 先生跟随基督建立教会 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而这十年来 可能教会 也会面对一些困难 意见不合 等等的各种的情况 但是呢 教会 他们在基督里 都把事情处理好了 他们保守了圣灵所赐 给他们的和平跟合意 使到教会坚固 这也是保罗感恩 喜乐的原因之一 是的 同心合意 我们要在真道上 真理上同心 我们要在圣灵里合意 要在信望爱里合意 在基督里合意 弟兄姐妹 我们服侍 我们服侍团队 有时候我们开会讨论的时刻 难免我们会有一见不同 可能我们的策略不同 做事方式也不一样 但是最终 我们要回到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愿意祷告 彼此相交 彼此的交托 而我们也要愿意放下自己的组件 让圣灵进来引导和带领我们 那么我们就会减少冲突 混乱 基督徒若能在祷告上 同心合意 有默契 那么困难 攻击 也不能导致教会有分裂了 同时也一样 夫妻若也能在基督里同心祷告 就可以化解很多的误会和冲突 同时呢 也能有信心和能力来面对困难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轻视祷告 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来到教会一起祷告 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在家里一起祷告 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建立喜乐的家庭 同心合意来建立神荣耀的教会 当保罗为菲利比教会祷告的时刻 他祷告什么呢 他所祷告的就是 希望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他们能分辨是非 同时呢 能靠着耶稣基督能借满了仁义的果子 将荣耀归给神 知识 在这里言文只是对真理的认识 那就是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自我取识 然后呢 在经历中认识上帝的所事 上帝的所为 见识言文只有判 就是只有判别辨别的能力 当我们眼界越开阔的时刻 我们就越不容易被短暂 眼见的事物所蒙蔽 信徒的爱心 应该是杂根里中里的知识和属灵的辨别力 这样呢 我们就能靠着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里能借满仁义的果子 师生得着荣耀 那接着我们看见 在第二段里头 十二到三十章里 十二到三十节里头 我们看见 保罗为福音的好处 蛮有喜乐 我们看见 十二到十八节 我们看见 有一些信徒 因着保罗受难受苦的遭遇 反而更坚强 更放胆的传福音 可能有一些人 纯度去纷争 要增加保罗的苦楚 他们本意是要陷害保罗 结果呢 结果反而有人因此而幸福福音 那些以错误动机传福音的人 想要增加保罗捆索的苦楚 但是保罗却因此而喜乐 因为无论是假意或是真心 最重要的是福音传开了 有人因此而得救了 虽然有人诡谤他 利用他 陷害他 保罗觉得他都无所谓 他所看重的 不是他自己的利益 得利或者是损失 而是有人得着福音了 保罗可以容忍 不存的动机 但是我们知道 保罗绝不会容忍 另一个福音 就是那些不存正的福音 Tishon姐妹 有时我们是否过于注重 强调教会的规则 礼仪等等 而限制人来认识 经历耶稣基督呢 有时候我们是否会为了一些人 不规规矩矩的遵守 基督教的礼仪 或者是错误的传福音方式等等 而感到心烦起政治呢 其实既然 是这样 有些人也因此信服福音 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 我们还是要回到 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要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寻求神 交托等候 我相信 圣灵会给我们确据 我们不过是福音的使者 我们是上帝的器皿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与圣灵同工 让圣灵在人心中动工 救恩是处于神 我们要关注的是 我自己啊 我自己是否是处于爱心的传福音呢 我自己是否有好的生活见证呢 我所说的和我所做的 以福音相称吗 当别人做不对不妥当的 我就不要跟从啊 我也不要批评论断 我只要为他们祷告 我们求圣灵来带领 我们自己只要处于真诚 真实正确的传福音 我们活在基督里 依靠圣灵 谦卑顺服 跟随圣灵的引导 保罗在事丰的路上 遇到纷争和妒忌 敌对的势力 这些困境虽然加征苦楚 但是却没有难倒保罗 反而叫别人大受激励 对福音更深信不渝 更勇敢的传福音 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我们在患难中 若能站立得住 必会叫别人因此得帮助 得坚固 在任何困境中 若是你还是在基督里 以基督的心为心 不靠自己的聪明 而是坚定信靠 仰望耶稣基督 持守信心 必能得着神的智慧 战胜一切 克服一切的困难 我们也看到保罗 他热爱传道的生命 21到21节说 照着我所切目的 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因此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所热心期盼的就是 无论是生是死 总是叫基督在他身上 被选伟大 信徒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的盼望是在神 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 这里说 照着我所切目的 这个切目 这个词 他表示说就是引尽期盼 就是伸长你的景象 在等待在期待 其实就好像一个守望者 他在瞭望台上看守哪样 意思就是说 他瞄准某一个事件 而把注意力和期盼 完全集中于他 保罗他被控死罪 他被监禁了 其实一般的囚犯的盼望是什么呢 他们希望当然是可以减轻刑期 对吗 很快的就可以获释出狱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 他所切目所盼望的是什么 是叫基督在他身上显大 是叫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得到荣耀 保罗没有把心思放在自己的困境和记忆上 他乃是把心思放在基督身上 要以自己的身体来荣耀神 放大基督 而不是放大问题 因此 我们信主之后呢 我们要全然的为神的基督 我们要高举基督 除非我们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 不然呢 别人是不能看到基督的 保罗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活着就是基督 那就是说 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活着就是要彰显基督 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 真实的信徒 我们是不委屈死亡的 我们是不会对死亡感觉到惧怕的 因为我们确信的知道 神在我们生命中会有计划 并且我们也明白 当我们肉体的死亡 只是意味着我们在地上的死命结束了 而是以基督丰盛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开始了 活着就是基督 那就是说 当我们需要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 在罗马书11章1到2节说 我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 是圣洁是神所喜业的 是的 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肢体 都当着意的器具 献给神 活在意中 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 我们也不要活在罪中 我们的心思要专注于耶稣基督 和各样美善的品格 神所爱的 就是我们所爱的 弟兄姐妹 我们来想一想 生命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你是为什么而活呢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你所追求的所向往的人生中 有永恒的价值吗 我们所盼望的是那不能见的 但是却是有永恒的价值 在你的计划 你的心愿和你所做的 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为荣耀他而存 因那而活 我们是要因耶稣而活 是神所喜悦的 是在神旨意里头的 是以上帝的国有关的 所以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为神的荣耀而活 当我们专注于神的时刻 我们心中就会有满足的喜乐 因为喜乐是来自神 最后我们看到 在27到30节 我们看到保罗勉励教会 要保持刚强 那就是行事为人 要以蒙恩的招相称 他们要同意 心知 站立得稳 勇敢无忌 齐心 努力的传福音 里外要合一 相称的意思就是要符合 是适合的 是相配的 我们信徒的行为 和我们所传的福音 是要相配的 我们不可以叫福音蒙羞 教会要勇敢无忌 这个世界败坏 做基督徒十分艰难 对吗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遭受到 反对 嘲笑 或者是负事 可能我们也会被排挤 但是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Amen 神与我们同共 神是为我们作战的 上帝会使用 避泊或者是苦难 成为建立我们 属灵品格的祝福 信徒的受苦 不是出于偶然的 不是说因为神失去了掌控 也不是说上帝要惩罚我们 我们受苦就是上帝的惩罚 临到我们 其实那也是我们受苦 那也是神喜业的记号 因为那是在神的旨意里头的 我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且要为他受苦 这是上帝的话语所讲的 这是我们所蒙恩计划中的一部分 是上帝所示的特权和荣耀 使我们能在受苦中 我们可以脱离自己 我们可以跟上帝与基督 合一与基督同在 经历基督的大能 分享基督的荣耀 因为我们与他一同受苦 也必与他一同的荣耀 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 所以我们来到结论 保罗的期待就是 不管在怎样的环境 即使在恶劣的处境当中 都要让基督在他身上被尊为大 他活着就是基督 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人因他所传的福音 和他生命的见证 认识了耶稣基督 悔改而相信了耶稣基督 他们的生命得以承受长进 这个就是他满足的喜乐 让我们来想一想 弟兄姐妹 你的喜乐在哪里 你最大的喜乐和满足 从哪里来 你现在有满足的喜乐吗 基督是否是你的一切 基督是你的喜乐吗 有时候人的原意 会把我们心中的喜乐夺走 我们可能因为看不顺眼 因为自作已在固执的信念 可能我们不愿意让步 我指的是 不是在生理妥协让步 而是在一些教育 一些的理解规条上 搞到自己不开心又生气 但是这又有什么益处呢 当我们面对非常煎熬的时期 我们面对最大的痛苦的时刻 我们是否在基督里仍然有喜乐 仍然确信基督是在我们里面被尊为大 他大过我们的难处 他能转化 最终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得着荣耀 菲律宾教会的生命和善行成了 保罗这属灵福音的喜乐 但愿你我每一位信徒也一样 能成为我们属灵领袖 教会牧者的喜乐 在凡事上 但愿我们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能同心和以为福音的缘故 急性的努力 彼此相爱 让基督的心相记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克养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我们能分辨是非 做一个成事无果 并且靠着耶稣基督 借满人意的果子 叫荣耀归于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使得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说我们要在你里面 使得主啊我们要基督 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 主啊我们要靠你而喜乐 主啊我们要谢谢你 使得主啊让我们能坚定的来信靠你 使我们无论遇到怎么样的处境 在怎么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刻 主啊不是我们的问题最大 而是耶稣基督你最大 主啊你要在我们生命里头被显为大 主啊我们仍然要坚定的来信靠你 我们仍然的坚定的主啊 要住在你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时刻 我们就能有满足的喜乐 主啊你保守我们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任何的困境 任何的难处当中的时刻 主啊我们知道 我们要选择活在基督里 我们要选择凡事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 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当中 主啊谢谢你 将这个得顺又得顺的这个能力 给了我们 愿你赐福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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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